社群媒体龙头脸书遭到骇客入侵 高达5000万个账户受到影响 虽然工程师在9月25号发现漏洞 9月27号已完成修补 但骇客很有可能已经从城市漏洞入侵 窃取存取权杖 拿到可以进入用户账号的数位钥匙 存取权杖可代表使用者身份 让使用者暂时存取应用程式 或是粉丝专业等资讯 存留期最多可长达60天 万一遭害代表这段期间 用户的隐私根本是全都low 创办人兼执行长佐克博 在自己的脸书上 投文说明 我们还不知道这些账户 是否被滥用 但已采取进一步的预防性措施 暂时关闭 检视角度功能 佐克博曾以各自外泄争议 亲自出席国会听证会 道歉直写 但拥有22亿用户的脸书 再度出包 隐私安全问题成为脸书的烫手山芋 三地新闻陈思维报道